那一日和以往的上千个日子一模一样 几生鸡鸣后 清水镇上渐渐地有了人与生 回春堂的老木赶早去沙阳的屠户高那里买羊肉 两个小伙计在前面忙碌 准备天大亮后就开门做生意 医师闻小六一手端着碗羊肉汤 一手拿着快饼 蹲在后院的门槛上稀里哗啦地吃着 隔着青石台阶是两母伴种着草药的坡地 沿着中间的青石路下去 是一条不宽的河 此时朝阳出生 河面上水汽阴晕 金光点点 河岸两侧野花烂漫 水鸟起起落落 很是事情话意 小六一边看一边琢磨 这天鹅倒是挺肥的 桌上两只烤着吃应该很不错 一碗热汤下肚 他把脏碗放进门槛边的木桶里 桶里已经有一摞脏碗 小六提着木桶出了院门 去河边洗碗 河边的灌木丛里握着个黑曲曲的影子 看不清是什么鸟 闻小六放下木桶 随手捡了块石头扔过去 石头砸到了黑影上 那黑影子却为扑腾着飞起 闻小六愣了 老子啥时候摆发摆中了 他走过去几步 探头看却不是只鸟 是个人 闻小六急缩回了脑袋 走回暗颠 开始洗碗 就好似一两帐外 没有一个一丝尸体的东西 闻小六边洗碗边抱怨 这顿洗干净了 下顿仍旧要脏 既然迟早要脏 何必还每顿都要洗呢 只要自己吃自己的碗 又不脏 一两天洗一次就行 闻小六从不叠被子 他认为早上叠了 晚上就要打开 自个儿和自个儿折腾 有毛病啊 他的被子自然是从不叠的 可这吃饭的碗 却不能不洗 要不然老木会拿着大勺打他 小六念念叨叨的 把所有碗冲了一遍 提着一桶也许洗干净了的碗往回走 眼角扫都没扫灌木丛 清水镇上的人 见过的死人 比外面的人吃过的饭都多 就是小孩子都麻木了 回春堂虽不是大医馆 但闻小六善于调理妇人不孕症 拾得来求医的 他能调理好六七个 所以医馆的生意不算差 忙碌了半日 晨午时分 闻小六左摇摇 又晃晃 活动着久坐的身子 进了后院 在院子里整理草药的麻子 指指门外 那里来的叫花子 我扔了半块饼给他 小六点点头 什么都没说 厨房一日只动早晚两次火 中午没有热汤 小六拿块饼 从水缸里咬了一条凉水 蹲在门槛上 边吃边看着院外 几兆外的地上趴着个人 衣衫蓝绿 脏发披面 满身污泥 除了能看出是个人外 别的什么都看不出 小六眯着眼 能看到一条 已经被太阳晒干的泥土痕迹 那痕迹从叫花子身旁 一直延伸到河边的灌木丛 小六挑挑眉头 喝了口冷水 咽下了干硬的饼子 眼角余光 撇到地上的黑影动了洞 小六看向叫花子 麻子的准头还不错 半块饼子 就掉在叫花子的身边 可他好似连伸手的力气都已经没有 显然一直都没有去拿 小六边吃饼子 边看着他 半晌后 吃完了饼子 小六用袖子抹了下嘴 拍拍手 把水条扔回水当中 哼着小曲出枕去了 傍晚时分 小六回来 大家热热闹闹地开饭 小六吃完饭 用手背抹了抹嘴 把手在衣服上蹭了蹭 本想回屋 可鬼使神差 脚步一拐 居然背着手出了院门 六哥 你去干什么 麻子问 消失散步 小六去河边转了一圈 哼着小曲 躲着小步回来时 停在了叫花子身边 那半块饼正在他脚下 小六蹲下 我采坏了你的饼 你想要什么赔偿 叫花子一声味发 小六抬头看着天 上弦月 冷悠悠地挂在天边 如同老天的 一抹讥讽世人的嘲笑 半晌后 小六伸手抱起了叫花子 是的男人 骨架子不小 可骨瘦如柴 轻飘飘的 一点不见沉 小六抱着他踢开门 进了院子 老木 去烧热水 麻子 串子来帮我 正坐在院子里 嬉笑吹牛的三人 看了也没诧异 立即该干嘛就干嘛了 小六把叫花子放在榻上 麻子端着温水进来 把屋子里的油灯点燃 小六吩咐 给他洗洗身子 喂点热汤 如果有伤 你们看着办吧 刚走出门 听到麻子的尖叫声 小六立即回头 却看麻子脸色发白 好似见鬼 麻子的声音发颤 六哥 你 你来看看吧 这人只怕活不了 小六走过去 俯身查看 男子整张脸青紫 肿如猪头 完全看不清五官 大大的头 配上没有一两肉的 炉柴棒身躯 怪异的可怕 小六扯开蓝褪的衣衫 或者该叫碎布条 男子的身上全是交错的伤痕 有边痕 刺伤 烫伤 胸膛上还有一大片发黑的胶皮 显然是烙铁印 因为身上没肉 肋骨根根分明 那焦糊的皮松垮垮的浮在肋骨上 小六拿起他的胳膊 手上的指甲已经全部被拔掉 泡了水 各个肿起 血肉模糊 小六轻轻放下他的胳膊 检查他的腿 右腿的小腿骨被敲断了 十个脚趾的指甲也被拔掉 脚底板有几个血洞 显然被长钉子打过 麻子和串子虽然见惯了伤者 可仍觉得身上直冒寒气 不禁后退了两步 移开视线 都不敢看 闻小六却很淡然 从容地吩咐 准备药水 麻子回过神来 立即跑去端了草药熬的水 想说我来清洗伤口 可实在没有勇气面对那些伤 小六好似也知道 指望不上他们 医生未坑地亲自动手 用干净的软布蘸了药水 仔细地为男子擦拭着身体 估计是伤口剧痛 男子从昏迷中醒来 因为眼皮上有伤 他的眼睛睁不开 只是唇紧紧地抿着 小六温和地说 我叫文小六 你可以叫我小六 是个小医师 我在帮你清理伤口 要觉得疼 就叫出来 可小六把他的上身擦拭完 他一点声音都没发 只是额头并脚全是汗珠 也许因为他这份沉默的隐忍 小六带了一份敬意 心真正软了 用帕子帮他把额头并脚的汗 轻轻印掉 小六开始脱他的裤子 男子的身体轻颤了下 是痛入骨髓的增物 却被他硬是控制住了 小六想让他放松一些 开玩笑地道 你是个男人 还怕人家脱你裤子 带脱下裤子 小六沉默了 大腿外侧到臀腰 也是各种各样的伤痕 但和大腿内侧的酷型比起来 已不值一提 男子大腿内侧的皮 被割得七零八落 从膝盖一直到大腿根 因为伤口有心有旧 颜色有深有浅 看着就像块坠满补丁的破布 十分刺目 那实施酷型的人 很懂得人体的极限 知道人双腿间的这块地方 是最柔软敏感的地方 每次割上一片皮 让他痛不欲生 却不会让他死 小六吩咐 烈酒 火烛 剪刀 刮骨刀 夹板 不带 药膏 串子来回奔跑着 麻子在旁边斜住 眼睛却尽量避开男子的身体 小六看到串子拿来的各种药膏 醋梅 去我屋里拿 藏在一箱最底下的那几罐子药 串子眼中闪过不舍 迟疑了一下 才转身去拿 小六的手势越发轻柔 凝神清理着伤口 可在小心 那毕竟是各种各样的伤口 有些腐肉必须刮掉 有些死皮必须剪掉 小腿的腿骨也必须皆正 因为剧痛 小六感觉到男子的身体在颤抖 可他依旧只是闭着眼睛 紧紧地咬着唇 沉默地隐忍 他赤裸着残躯 满身都是屈辱的伤痕 可他的姿态却依旧高贵 清冷不可冒犯 小六完全能想象出 他在承受酷刑的时候 只怕也是这样 被羞辱的人 居然比实施羞辱的人 更有尊严 那实施酷刑的人 肯定充满了挫败感 也许正因为如此 才越发心狠手辣 两三个时辰后 小六才清理完所有伤口 也是一额头的汗 疲惫地说 外伤药 麻子打开一个琉璃瓶子 有清香飘出 小六用手指挖出金黄的高枝 从男子的脸开始 一点点得涂抹着 冰凉的药膏缓解了痛苦 男子的唇略微松了松 这才能看出 他唇上的血迹 小六蘸了点药膏 要抹在他嘴上 男子猛地闭嘴 含住了小六的手指 那唇舌尖的一点 如湿软腻 是小六今夜 唯一从他身上感受到的柔软 小六愣神间 男子已经张开了嘴 小六收回手 轻轻地抬起他的胳膊 一点点抹着药 又花了小半个时辰 才给男子全身上完药 包扎好伤口 闻小六用干净的被子盖好他 低声说 我这几日要随时查看你的伤口 先不给你穿衣服了 你放心 我们这满院子没一个女人 就算无意走了光 也没有人要你负责娶她 麻子和串子都笑 闻小六开始说药方 扶林六前汉莲草四前麻子凝神记住跑去抓药 闻小六看看天色估摸着还能再睡一个时辰低头看了男子脏污的头发皱了皱眉头叫串子 热水 水盆 木桶 小六坐在踏头 脚下放了空盆 他把男子的头抱起 放在膝头 开始为男子洗头 串子不好意思地说 六哥 明天还要出门去看病人 你去睡吧 这活我能干 小六嘲笑 就你那粗重的手脚 我怕你把我好不容易清理好的伤口又给弄坏了 浪费我一夜辛苦 你换水就行 小六的手势格外轻缓 把造夹放在手里搓出泡沫 一点点揉男子的头发 揉透后 用水瓢咬了温水 顺着发根 小心地冲洗 待把污泥血字全部洗掉 他拿来剪刀细细看 把不好的头发剪掉 洗完头发 他的手指在头发里翻来摸去 低着头查看 感受到男子的身体紧绷 小六解释 我是看看你头上有没有受伤 不幸又万幸的是 那些实施酷刑的人为了让男子丝毫不落地感受到所有酷刑的痛苦 对他的头部没有下毒手 小六不敢用力 换了好几块帕子 才擦干男子的头发 怕梳子会扯得他伤口疼 小六插开五个指头 当做大叔 把头发略微理顺 让串子拿了干净枕头 把他的头放回榻上 天色已亮 小六走出了屋子 用冷水洗了把脸 一边吃早饭 一边堆在窗下煎药的麻子吩咐 这几日 兔子里的事情不用你管 你照顾好他 先别给他吃饼子 炖些烂烂的肉糜汤 加些绿菜 喂给他 哦 记得把汤水晾凉了再给他 小六吃了饭 背起药筐 出诊去了 麻子隔着窗口对榻上的人说 叫花子 六哥花了一夜救你 可是把自个救命的药都给你用上了 你要蒸汽活下来 下午 小六回来时 又困又累 上下眼皮子直打架 他把一只野鸭子扔到地上 去灶上咬了碗热汤 把饼子撕碎泡进去 坐在灶台后 呼噜呼噜地吃起来 老木一边揉面 一边说 我听麻子说那人的伤 闻小六喝了口汤 嗯 麻子串子看不出来 可你应该能看出他是神族 而且绝不是你我这样的低等神族 闻小六喝着汤不吭声 杀人不过头点地 那样的伤背后总有阴有 救了不该救的人 就是给自己找死 小六边叫边说 你把那鸭子收拾了 稍微放点盐 别的什么调料都别放 小伙微烂 老木看他一眼 见他一脸无所谓的样子 暗叹了口气 知道了 小六吃完饭 去问麻子 他今日吃饭了吗 麻子压着声音说 估计他喉咙也有重伤 要喂不进去 肉汤根本吃不了 小六走进屋子 看岸上有一碗凉掉的药 他扶起叫花子 我回来了 听出我的声音了吗 我是小六 我们吃药 男子睁开眼睛看他 比昨天强一点 眼睛能睁开一点 小六喂他药 他用力吞咽 却如给幼儿喂食 几乎全从嘴角留下来 男子闭上了眼睛 小六揉声问 他们对你的喉咙也动了行 男子微不可见地点了下头 小六说 告诉你个秘密 我现在睡觉还流口水 有一次梦到吃烧鸡 半个枕头都弄湿了 而且这毛病没法治 你这只是暂时 有我这绝世神医在 保证过几天就好 小六爬到踏里侧 把男子半搂在怀里 咬了小半勺汤药 像是滴一般 慢慢地滴入男子的嘴里 男子配合着他用力吞咽 药汁竟然一点没落地喝了 一个一点一点的胃 一个一点一点的咽 一晚要花了大半个时辰 小六居然让男子全喝了 男子像是跑了几十里路 满头都是汗 疲惫不堪 小六拿了帕子给他擦汗 你先休息一会儿 等鸭子汤好了 我们再吃点鸭汤 小六端着空碗出来时 麻子 串子 老木站成一排 都如看鬼怪一样看着他 小六瞪眼问 看什么 串子说 比照顾奶娃子还惊喜 不知道的人会以为你是他娘 去你妈的 你才是他娘 小六飞起一脚 踹在串子屁股上 串子捂着屁股 一溜烟地跑了 麻子和老木神情回复了正常 老木说 还是小六 不是别人冒充 麻子拍拍胸口 表示终于放心 小六打着哈欠 对麻子说 去把门关了 今天不看病人了 我先睡一会儿 鸭汤好了叫我 麻子本想说我来喂野城 可想想刚才喂药的场面 琢磨了一下 觉得那实在比绣花还惊喜 他还真做不来 等鸭汤顿好 麻子去敲小六的门 小六斩着懒腰出来 进了男子的屋子 和刚才喂药一样 花费了大半个时辰 让男子喝了半碗鸭汤 让男子休息了半个时辰 小六双手抹了药膏 准备替男子揉捏许味 你那个背 时间有些长 有的肌肉已经萎缩了 很疼 但这样刺激刺激 有助恢复 男子闭着眼睛 微微点了下头 小六善笑 那样的酷刑都瘦下来了 这些疼痛的确不算什么 可还是一边揉捏 一边说话 尽量分散着他的心神 今天我出诊时 经过一户人家白墙黑瓦 前头攀着一株 比胳膊还粗的紫藤 紫藍紫藍的 开了满墙 风一吹 那紫藤花像雨一样落 我看着看着就出神了 总共这家人 怎么那么没心眼 你说紫藤花蒸饼子多好吃啊 他们怎么由着花落呢 屋子外 麻子对串子嘀咕 我看六哥不会让我照顾叫花子了 叫花子的身体残破脆弱 正因丑陋的触目惊心 他也实在不愿再接触 如麻子所料 小六不再让麻子照顾叫花子 从喂药喂饭到擦身子擦药 小六都亲力亲为 一个月后 叫花子喉咙里的伤好了 开始能自己吞咽 但一切已成习惯 每天喂药喂饭时 麻子依然习惯于端着碗 站在院子中 冲着前堂大叫 六哥 小六总是尽快地打发了病人 匆匆地跑回后院 大半年后 男子身上的伤渐渐康复 手上脚上的指甲 还没完全长好 但见水已经没问题 于是小六不再帮他擦洗身体 而是准备了浴桶 让他这儿八斤地洗个澡 被小六精心照顾了大半年 男子虽然不像刚开始似的 瘦得皮包骨头 可依旧非常轻 小六抱起他时 念叨 多吃点啊 都割着我骨头了 男子闭着眼睛不说话 一直以来 他都是如此 每次小六接触他身体时 他总是闭着眼睛 紧抿着唇 小六明白 经历了那些身体上的折磨后 他本能地对肢体接触有排斥 每一次 他都在努力克制 小六把麻布放在他手边 轻言满语地说 你自己洗吧 指头还没长好 别太用力 小六坐在一旁 一边吃零食 一边陪着他 也许因为身上猙獰的伤疤 每一道都是屈辱 男子一直半仰着头 漠然地闭着眼睛 没有去看自己的身体 只是拿着麻布搓洗着身子 从脖子到胸口 又从胸口慢慢地下滑到了腹部 渐渐地探如双腿间 小六的视线 一直随着他的手动来动去 可看着看着 突然扭过了头 用力地啃着压脖子 发出咔嚓咔嚓的声音 男子睁开了眼睛 看向小六 阳光从窗户透进 映照着小六 他脸颊发红 在阳光下晶莹剔透 好似带着淡淡血韵的美誉 小六等男子洗完 抱了他出来 因为他的腿还没好 往常都是小六帮他穿衣袍 可小六今日却把他往踏上一放 立即就松了手 男子低垂着眼 一只手按在踏上 支撑着身体 一只手奔着腰上的浴袍 手指枯瘦 显得非常长 心长出不久的指甲 透着粉嫩嫩的白 小六低着头 把衣衫放到他手旁 那那个 你自己试着穿 若不行再叫我 小六匆匆走了出去 站在门外听了一会儿 稀稀疏疏 好似一切正常 他才离开 串子在整理药草 看到小六 问道 这大半年 一直没听到他说话 该不会是傻子吧 麻子很甩了串子一大掌 不许胡说 经过那么残酷的折磨 能活着 已经让人非常敬佩 那样的坚韧 绝不可能是个傻子 麻子低声问 他的嗓子是不是有伤 已经无法说话了 小六说 我检查过他的喉咙 有一定的损伤 说话的声音会变 但应该能说话 麻子庆幸道 那就好 小六说 关于他的伤 不管你们看没看见 以后都不许再提 串子举起手 我压根不敢正眼看他 是真什么都没看见 麻子说 放心吧 老木已经叮嘱过了 我记性不好 别说别人的事 就是自个儿的事情 都记得稀里糊涂 门缓缓拉开 男子扶着墙 蹒跚学步斑 摇摇晃晃地走了出来 以前都是太阳快落山时 小六把他抱出来 让他透透气 晒晒太阳 这是他第一次 在白天走进院子 他靠着墙壁站着 仰着头 沉默地望着辽阔的 蓝天白云 麻子和串子 都呆呆地看着男子 因为他身上可怖的伤 给他们留下了 很不愉快的经验 让他们总会 下意识地回避去看他 串子甚至从不进他的屋 还是第一次 他们真正看清楚他的模样 墨黑的长眉 清亮的眼眸 鼻挺的鼻子 薄薄的嘴唇 简单的粗麻衣衫 却是华贵的姿态 清雅的风度 让麻子和串子 一瞬间自残行贿 不由自主就生了敬畏 小六揉着甘草说 如果脚疼得不厉害 尽量多动动 再过两三个月 应该可以离开了 男子低头 凝视着小六 我无处可去 大概几年没有说过话了 声音暗雅 吐词很是尖色 小六翘着二郎腿 嚼着甘草问 无处可去 真的假的 男子点了下头 小六问 你叫什么名字 男子摇了下头 不知道 忘记了 不想告诉我 你救我 我 我是 你的仆人 四名 小六呸的一口 吐出了甘草渣 我看你可不像个巨人之下 听人命令的人 我不想要你 男子低垂着眼眸 我 听 你 小六把一小节 甘草丢进嘴里 含糊糊的说 以后见了认识你的人 你也听我的 男子抿着唇 鲜弱的指紧紧的抓在窗台上 泛出清白 半上不说话 小六正要笑 男子抬眸凝视着他 听 清澈黑亮的眼眸 好似两团火焰 要把那个听字烙印到小六心底 小六正了下 说道 那就留下吧 男子唇角抿了抿嘴 好似要笑 却又完全看不出来 小六把一节甘草扔给他 去一边坐着 嚼着吃了 男子乖乖地坐到了一边的石阶上 慢慢地撕开甘草 掰了一小节放进嘴里 同样是吃甘草 可他的动作偏偏很美亚清贵 让人觉得他吃的不是甘草 而是神山上的灵果 唉 那个叫花子 这是甘草 对嗓子好 麻子抓抓头 对小六说 六哥 给起个名字吧 总的呢 还叫他叫花子 小六说 就叫甘草得了 不行 麻子和串子全部反对 起个好点的 别像我们的名字 小六一人给了一巴掌 我们的名字 哪里不好了 配我们成 配 他不行 串子诚恳地说 麻子点头附和 小六眨巴着眼睛 看着坐在石阶上的叫花子 头凑到串子 麻子的脑袋前 指着自己的鼻子 不能相信地小声问 我不如他 串子小心地问 六哥想听真话还是假话 麻子安慰道 六哥 这有的人生来就是天上云 有的人却如地上泥 没有可比性 咱们守着本分做我们的地上泥就行了 小六怒了 我要叫他地上泥 麻子和串子一口同声地说 不行 麻子为了叫花子 将来不会因为名字怨恨他 哀求道 六哥 好歹重新想一个吧 串子也说 是啊 是啊 重新想一个 想得和六哥的名字一样 好听的 小六这才高兴起来 随手从晒药草的竹席子上 捡了一株药草 扔给麻子 数数 有几片叶子 就叫它什么 一 二 三 十七片 小六转头 大声说 叫花子 从今天开始你就叫夜十七 夜十七点了下头 麻子和串子琢磨了下 觉得还不错 也都笑呵呵地和十七打招呼 老木在前堂叫 小六 有病人 小六冲麻子和串子的屁股 各踢了一脚 哼着小曲 跑出去看病人 晃晃悠悠又是半年多 十七的伤 能好的算是全好了 不能好的 却也是真的没办法好了 他小腿骨被敲断的地方 虽然接了回去 可毕竟医治的晚了 走路时 无可避免的 有些一瘸一拐 至于别的暗处的伤 究竟好得如何 连小六也不是很清楚 因为自从十七 手脚能动 就不再让小六帮他换药 麻子 偷偷摸摸地 把自己的积蓄塞给十七 我们这回春堂 嘿 你也能看出来 六哥的医术 其实不怎么 嘿 炎帝神龙式的医术 你听说过吧 嘿 你去镇子东头 那里有家医馆 叫百草堂 里面的乌衣 是神龙炎帝的 在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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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弟子 医术十分高明 也许能治好你的腿 十七沉默地 把钱还给麻子 麻子着急 别啊 钱你慢慢还 腿可是大事 大不了你以后加倍还我 十七低垂着眼睛说 这样很好 这样哪里好了 你想一辈子做瘸子啊 他不嫌弃 啊 谁不嫌弃 麻子抓抓头 哦 你说六哥不嫌弃你就行 他不嫌弃你有什么用啊 你看六哥那懒样子 头顿吃了饭的碗 能接着吃第二顿 衣服和抹布一样 十七 看向麻子身后 麻子还要再接再厉地劝十七 一巴掌拍到他脑袋上 吓麻子立即闭嘴 小六的脑袋凑了过来 从麻子手里夺过钱袋 钱不少啊 今天晚上可以喝酒了 小六见钱眼开 也顾不上问麻子鬼鬼祟祟在干什么 抓着钱袋就冲了出去 麻子哭嚎着追 别啊 六哥 那是我存来娶媳妇的钱 要干正经事情 晚上大家大鱼大肉大酒了一顿 小六和串子 是不吃白不吃 吃得乐不可知 麻子是多吃一口少亏一点 吃得痛不欲生 老木边喝酒边瞅十七 吃完饭时 小六 串子 麻子都醉倒了 今日轮到小六洗碗 可不知从什么时候起 回春堂的规矩 变成了十七的火是十七的火 小六的火也是十七的火 十七收拾好碗筷 用大木盆成了水 蹲在院子里 洗刷起来 老木站在他身后 问 你是谁 晚风中 暗雅的声音 我是 叶十七